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永仙荣 那今天呢 我们来透过这期影片 我们来对照一下 就是说依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修行啊 已经达到了 所谓的哪路神仙的这个层级 到了哪个国位了 那通过这期影片 我们就能非常清晰的有一个 这个认识和了解 所以大家一定要 耐心仔细的看到最后 那说到这个神仙啊 这个神仙里头又分为各种门派 由这个佛教的 道教的 天主教的 基督教的等等 也说无论最后哪一个教派 其实最后的这个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找到本我 最后回归到本我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执着 有好多朋友啊 就是对这个佛经也好 圣经也好 就执着于里头的这个内容 执着于这些故事 执着于这些教堂 执着于这些寺庙 就各种求各种拜 其实所有这些都只是 通过一些场所也好 通过一些道具也好 通过一些故事 通过一些经文也好 都是给我们指明方向 所有这些都只是工具而已 就像天上的这个月亮 有的人你直接拿手给他一指 有的人他不用指 他自己都知道 他自己能看到月亮在哪 但有的人需要 有人用手指给他指明一下 指明一下方向 有的人需要通过你给他画一个月亮 然后来给他展示一下 他就知道 哦 原来这样的是月亮 还有的人需要通过故事 你给他讲个 嫦娥奔月这样的故事 他才能了解 哦 原来那个就是月亮 你说无论这个方法是什么 最后的目的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这个人来找到月亮 而我们所有的这些世间的 这些佛经也好 各种各样的这些神仙的 这个门派也好 目的也只有一个 就是帮助我们找回本我 回到本我 有所谓的天人合一 所谓的得道成佛 所谓的回到天堂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于这些所有的这些像 而是用这些东西来作为我们 回归到这个本体的这个工序就可以了 那说到这些呢 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个佛家的这个寺院 来跟大家来做比喻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个修行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我们一进这个佛家的寺院 我们会看到好多的形形色 各种神态各异的这些罗汉 对吧 这些罗汉各种各样的表情 各种各样的神态 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说我们人呢 其实分这个觉醒的人跟没有觉醒的人 那没有觉醒的人 也就是说每天他就是像这种动物一样 然后依照自己的这个本能 然后再活着 他也就是说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 按照自己已经注定的这个模式方向在活 因为他没有觉醒 没有意识到这个肉体 和这个高我和灵魂的这个区别 而我们觉醒的所谓觉醒的人 就是通过一些事情 通过一些提醒也好 通过经历一些事情也好 通过修行一些佛法 一些道法也好 我们意识到了原来我们是有灵魂的 我们这个肉体跟我们的这个大我 跟我们的灵魂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此我们就意识到了 原来我们只是外在的 我们这个肉体只是一个在体 所有一切外面这些只是我们内在投射出来的一个像 所以我们开始觉醒 慢慢觉醒 我们开始觉照了 我们不会太太执着于外面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像 然后可以慢慢的开始意识到我们内在的这些问题 开始去修正我们的这个问题 我们变得越来越平静 越来越纯净 这就是灵性觉醒的人 但是虽然我们灵性觉醒了 我们已经觉醒了 但这也只是修行的开始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一进四庙的这些罗汉 这些神态 各异的这些罗汉就代表着 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所有这些已经觉醒了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是觉醒了的人 否则我们也没有缘看到这个影片 更没有缘看到现在这个地方 对吧 很多人可能一咔这个说的什么 然后就不看了 对吧 我们既然都已经觉醒了 我们就知道了 哎 我们就进入到这个佛家里头所谓的这个罗汉的这个果位 这个罗汉就是虽然已经觉醒 也已经意识到我们人生来的目的就是来修行的 对吧 我们时常也绝照了 我们对好多的问题也都看得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清爽 但是为什么这些罗汉还有各种形形色色的表情 各种各样的神态 就是因为每一个罗汉又代表了每一种执着 对吧 各个罗汉身上还带着一些前世各世积累的一些业障 一些罪孽 一些执着 各种各样的妄念 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还没有放下 所以展示出来各种各样的神态 各种各样的表情 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达到了这个状态之后 我们就在这个修行的路上慢慢的慢慢的去修行 我们不要着急 比如说我们觉醒 虽然是我们这个修行的开始 但是毕竟我们已经觉醒了 我们已经醒过来了 我们已经开始了 已经踏上了这个修行的道路 所以我们已经位列先班了 这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 但是大家也不要执着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慢慢的再继续下去 我们通过不断的修行 不断的自我觉照 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贪婪 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妄念 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放下 逐渐的放下之后 我们就达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大家就会看到一个弥勒佛的形象 就是一个非常和善的 一个胖胖的这么一个形象 那这个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其实我们已经 就是看透了这个世间很多事情 我们都已经看透了 该放下的好多事情 我们也都可以放下了 好多事情 我们可以非常的坦然的来面对 不像之前过度的这种非常的激进 非要这个 非要那个各种面子 各种名各种利 各种情我们去追逐 对吧 好多别人有的 然后自己也去有 然后各种贪婪 嫉妒 嗔恨 都有 对吧 所以我们表现出来各种各样那种 罗汉的像就出来了 但是我们到了这个弥勒佛的这个状态 我们是有 就是始终都是笑口常开 对吧 你看有一个大大的肚子来形容 我们大度非常的大度 我们心胸越来越宽阔 心胸越来越宽阔 我们越来越大度能容 并且我们笑口常开 我们因为心敞开了 一切事情我们都看开了 没有什么无所谓的 你说慢慢我们开始知道 一切 其实一切事情得知我信不得我命 有了就是我幸运 没有得就是上天不给我 对吧我们看的非常的开 非常的透 所以我们就进入这个弥勒佛的境界 然后这到了这个境界之后 我们再往里去 我们就发现 哎呦 马上就到了这个佛祖的这个状态 但是佛祖的外面怎么又出来了 这个四大金刚 对吧 这个四大金刚看上去也是 非常的这个面目啊 非常的严肃 对吧 给人一种非常肃穆的感觉 并且他们手里啊 每个人手里 还都拿着一些兵器 好多朋友 有的朋友 到了寺庙里头 执着于这些像里头 就说哎呀 这个是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拿这个东西 是为了要怎么斩腰除魔 那个拿那个是要怎么护法 对吧 其实我们不要执着于这个像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再往上升的话 我们离这个佛祖啊 到了这个佛也就是真正的 到了本我啊 其实已经很近 但是毕竟我们还在人世间 我们在人世间修行 我们还要每天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遇见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还要时刻保持 保持着我们的状态 那什么样的状态 这里就要靠我们的这个智慧 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些神像里 都通过这四大金刚 有的地方叫四大天王 对吧 就来跟我展示出来这个像 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状态 就可以很好的来平衡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修行的 啊这个状态 来平衡我们啊 只要我们保持着 这四大金刚 跟我展示出来的这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啊 慢慢一步一步的到达彼岸 那这四大金刚 我展示出来的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管他 什么所谓的什么北方南方 什么持国 什么啊 什么天王 什么天王 我们只需要 现在我们只需要关注 他们手里拿的这些兵器 拿的这些东西啊 是要给我们展示什么寓意 那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天王 是手持琵琶 对吧 那这个琵琶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琵琶 我们知道这个弦啊 这个琴弦不能太紧 太紧了 它容易断 也不能太松 太松了 你就弹不出这个优美的音乐出来 对吧 这就好比我们的人生 我们在对待任何的事物 对待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要张弛有度 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 不要过度执着于各种修行佛法 我非得要达到这个 非得要有这个 不要 我们也不要过于悲观 不要觉得 哎呦我这个也不要 我那个也不要 就是我们保持一个平常心 一切顺其自然 我们就能演奏出这个优美的音乐 我们的人生就是和谐的 就是优美动听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这个琵琶的用意 就是我们人生要张弛有度 我们不要过度执着 任何事情 我们放平心态 任何事情都OK 只要我们能办的 我们就做 如果我们自己能控制的 我们自己就控制 自己控制不了的老天的事情 我们就交给老天就好了 我们不要刻意的非常执着 我必须要这样 好我们再看第二位天王 手拿一个把宝剑 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面目 这个非常的严肃 对吧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斩出我们的烦恼 什么是我们的烦恼 就是在人间 我们通过六根 就是掩耳鼻舌身意 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像 一看到我们这个念就动 这个也想要 对吧 那个也想要 别人有的 我们要跟他比一比弄一弄 他怎么有了 各种心就出来了 妄念 妄念分飞 各种贪婪 各种欲望 各种执着 各种情绪也就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要 时刻知道 我们有一把宝剑 我们要斩断这些 对吧 我们要斩断它 当我们有的时候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比喻的 就是我们的 内在的魔鬼 一切都是寓意 寓意 这个魔鬼 吸魔出来的时候 我们拿照妖镜 一照 这个魔鬼缩回去了 对吧 所以我们对魔鬼也要慈悲 对吧 也就是我们看着它 慢慢走回山洞 那这个宝剑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不是真正的要去斩它 而是我们手里要有这个东西 我们要想到 我们手里是有这个宝剑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 去斩断这些烦恼的 当我们生起这些各种各样的 不好的念头 妄念纷飞的时候 欲念 生起的时候 我们想到我们手里的这把宝剑 我们斩断它 然后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 琵琶的那个琴弦的状态 就是差不多是可而止 平衡就好 对吧 那同时这个时候 也是说 我们在人世间 我们会陷到各种各样的人 经历各种各样的事 那我们再去遇见这些人的时候 我们要展示出我们手里的这个大刀 不要说哎呦 我是一个修行人 我们就处处软弱 那这样的话 我们也没有在 没有办法在这个人世间立足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的这个修行能量 达到一定的这个状态之后 我们的这个气场出来之后 看上去就像这位拿着宝剑的天王 那这个时候 你说我们会自动的散发出一种威严 所以大家通过这个表情就可以看出来 非常的肃穆 威严 别人看到之后就 会敬我们三次 那这个时候 有些人如果说 对我们出言不逊 对我们怎样怎样 如果 这个大刀 这个宝剑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底线 只要在我们的底线 以外 我们就OK 我们就学习这个弥勒佛 我们就OK 我们能容 但是一旦 触及到了我们的这个底线 我们就要把这个宝剑亮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心中有佛 手里有刀 手里有剑 就是要让别人知道 你触及到我的底线了 我可是有剑的 不是可以任意践踏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保持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 这个修行 我们任何时候都是 这个平安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是通过这个项 好多朋友都通过这个在线下的留言 可以看出来 我修行是不是处处都要表现出慈悲 别人怎么样惹我 我也忍着 不是 到了底线 我们就要亮刀亮剑 然后再看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天王 就是一手拿一个 像蛇一样 其实那是个变色龙 一手拿一个龙 另外一手啊 拿一个钉珠 就这样了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啊 其实一切无常 一切都在变 所以我们都要适应 都要接受 同时我们也要 顺应外在的变化 也就是外在 无论它怎么变 我们就跟着变 我们遇上什么朋友的时候 有的朋友可能 修行啊 过于执着 就是见了任何的人都要说 我是修行人 你必须要信我这个道法 必须要读我这个佛经啊 怎样怎样 你不信就不行 執着了 对吧 结果就让别人 觉得你这个人 怎么样 这样啊对吧 太奇怪了 怪人啊 所以就显得格格不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这个顺变啊 就是要这个随机应变 顺应外 外围 我们遇上喜欢音乐的人 我们就跟他们聊聊音乐 遇到喜欢 体育的人 打球的人 我们就跟他聊聊打球 遇见喜欢文学的人 我们就聊聊文学 如果有缘遇上了 也是修行的朋友 我们就可以聊聊佛法 道法 对吧 来沟通一下 就这么简单 而不是我们执着于 非要 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要 顺其 顺其万变 以不变来应万变 也就是说 无论我们外在怎么变 但是我们内在 有一颗定竹 我们那个心是保持不变的 外在我们 随着外境 来不断的变化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也能保证 我们随时随地的 平安 随时随地的 都是处在一个非常 和谐的状态 任何人看到我们 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也不会感觉到 我们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不会感觉到 我们有什么不同 更不会感觉说 这个是个修行人 不会 那还有一位天王 手里拿了一个 像雨伞一样的东西 那个叫滑盖 那个滑盖是什么 那个滑盖其实是阻挡外邪 也就是说 我们看看现在 我们显化出来的 这个世界 这个世间 这个像 就感觉非常的纷乱 很多负面的这些新闻 负面的这些能量 每天冲刺在我们的周围 所以我们那把伞 就是来挡住这些东西 我们不要被这些东西所侵害 我们要时刻保持我们的清醒 把这些负面的这些能量 这些东西阻挡在外面 随时保证我们的这个正向的这个能量 就可以了 所以通过这几大天王 来给我们 这个寓意出我们平时在人生中 我们要这个整个的修行中 即使我们刚才已经达到了这些神仙的这些果位 那同时因为我们还没有圆满 我们还在这个人间历练中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我们 为了要更好的在人世间修行 我们还要有这四大金刚护法 也就是说我们要时刻 这四大金刚就是我们自己 要时刻保持处在的这个状态 遇上这个事情了我们想到这个金刚 遇上那个事情 我们想到这个金刚 才能守护住我们的真法 我们才能慢慢的在这个人世间 这个平安和谐的这样走下去 一直走这个走到彼岸 就这么简单 那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大家可以这个对照一下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之后 在这个整个的人生修行中 我们不要执着 我们就像这个天王这个状态一样 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随时的切换 切换到任何的这个天王的这个状态 来确保我们整个修行的顺畅就可以了 同时大家记得这个点赞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呢 说一说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并且记得把这期影片呢 也发布师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获益 同时记得回去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